本科是在中央民族大学 然后本科毕业之后 当两年小学老师 然后后来考上了北福的研究生 我是2020年1月份毕业的 毕业就失业了 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 我以前工作就太合适了 我是个小学老师 这个工作是给户口的 他还给你一个公租房 就你不得了 只要不结婚 你结了婚也可以一直住 月工资有个六七千吧大概 但是他每年发的各种补助 加起来两三万 就所有你其实还挺好的 出来是因为我觉得 就是并不想说 一辈子去做小学老师 这样一个工作吧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我觉得可以转转目标 可以为别的事情奋斗一下 读研的时候 我读的就是插画 想在插画这个方向上继续去发展 因为你一直在一个特别有保障的环境之下 你包括当老师都是这样的 你有组织有纪律 你永远都不会孤独 现在就是就是你你跟这个社会贴的越来越紧了 你发现好多事情好多事情都是必须必须你要自己去完成的 你看我自己在家里接活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累 而且所有好多活我觉得都特别便宜 他可能200块钱让你画一张画 但是你现在就是需要这个钱 那你画不画呢 还是得画 换成白色呢 带子呢 我现在有两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图里面那个那些元素都齐了吗 你给我发那个文件里面这些东西都画齐了吗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外翻页内跟外翻页内 去支撑我自己继续做创作的这个想法 父母会支持你这种选择吗 不支持 太不支持了 一直不断地每天的给我发一些哪哪个事业单位又招聘 每天每天再给我发这些东西 我都没报 一开始我还报 我总有一种愧疚 就是说哎呀父母花了那么多心思 然后给我找这些东西 让我去报 然后我现在就表面上哎呀我报了 然后我一开始还去一下比试 我现在连比试都不去了 好像现在就慢慢开始理解他们这种 特别无奈 有没有办法的心情吗 我觉得我越来越 越来越坚定 越来越温柔了 对 坚定就是 我说不 就不 温柔就是 我可能会更加婉转地说不了 前男友最后一次 见面 我跟他打电话 然后 然后吵了两句 吵完之后 就很生气嘛 然后我再打过去 他竟然关机了 然后我就很生气很生气 然后我就驱车 30公里吧 我就跑去了 跑去了之后 开门 还是他爸给我开门的 去他房间之后给他打了一顿 就那种 就那种 张牙舞爪的 特别 特别戏剧 他们家是 是北京拆迁户 就是那种人 我觉得他就是 他有了钱之后 他不知道怎么办是好了 就是他有一个姐姐 姐姐嫁了一个山东人 然后呢 我有一次去他家吃饭 他妈当着我的面 说他那个女婿 哎呀 一个什么山东人 来我们家自己得了户口 还给两个孩子都上了户口呢 现在一个户口多少钱呀 一下赚了仨呢 就那样 你知道吗 然后 就当然我的户口 是我自己获得的 所以他啥也没说 但是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我特别恶心 就是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你就觉得 我不想跟这样的人相处 没意思 这个人还是我爸介绍的 他就说 我觉得这个人还可以 你要不跟他谈 其实他就看上人家的拆迁户了 然后 我也不懂嘛 我也不懂怎么去判断一个人 然后我就跟他谈 然后谈到最后呢 谈到最后 我爸又让我跟他分 他觉得这个人又不行了 然后 我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到最后就是实在是不行了 我才 我自己去放弃了 后来怎么分的 我觉得分的那个点 其实很小 对 但是分的原因不是那个点 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 相处了两年 挺久的 对 所以我就就是慢慢的 就是你就看明白了一些事情了 从这个里面收获了很多的成长啊 教训啊 对 嗯 伤害肯定有 但是忘了他不久 嗯 我们分手有三四年了 嗯 然后在这三四年里面 就是我都没有 啊我也挺喜欢你的 好吧 我现在愿意给你做朋友 我也不知道这种关系 跟 就是有没有这句话 对这段关系的影响 到底是什么呀 我说 我说那你跟你前女友 还是山盟啊 那你遵守了吗 对吧 你现在 你不也分手了吗 就这些话有什么意义呢 你是不是应该给两个人一个 就是这种地带去相处一下 能够走到走到恋爱走到结婚 那就走到走不到我们也都很快乐呢 大家不是这样想的 我现在想要一个跟我挺像的人 对 我希望我们在很多三观上是 是是是一致的 审美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 就是都是 都是要么他觉得我好 要么我觉得他好 的这样一个状态吧 我我已经 我现在已经不跟 我不太跟李克生玩 我不太就是 哎呀 那个话 话语体系差的太多了 对他们也不是不好 就我不需 我现在不需要一个人 他特别特别喜欢我 我需要一个能够当朋友的人 我才有可能跟他产生别的关系 一定要能做朋友 对 做朋友的基础就是我们来能说能聊啊 很勇敢的事情 很勇敢的事情 有 是我有跟一个人表白 那个人后来他跟我说他 他有孩子 他有老婆有孩子 对 他就说他的那个状态就是 就是没有离婚 然后但是他老婆带着孩子走了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对 后来 我也有跟这个人吃过两次饭嘛 然后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是他一直沉浸在他的那个世界里面 他说他肯定不会离婚 并且他还想继续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说那你这个纯属是道德上有问题啊 对 所以我就觉得 确实这就跟刚才我说的 我说我要找一个很像的人 这个人就跟我很像 而且是我很崇拜的那种人 但是他 但是他好像有点这个事我觉得办得特别的 不行 表白之前不知道他有孩子 不知道 也许他对别人就不会这样 那你也可以解释为他就不喜欢我这个人 对不对 所以他才是这样的 就没有喜欢到我要去离婚 然后娶你这个境界 也可以这样解释 但是我希望这个人是他对谁都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任何一个女生他再讨厌的女生他也不会说我这边不离婚 我这边还跟你有一个情侣关系 我要的就是一个这个道德上能做到这是他底线的人 大家都不愿意一个人喝闷酒 我就愿意一个人喝闷酒 基本上一周就能喝个两三次啊 喝完了之后给朋友打打电话 然后或者就是用那种交友软件随便找个谁说一说 然后我就哭一鼻子就好了 基本上都算是也是释放了也是憋着了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是我爸妈天天喊我回家 然后我实在是不想回 但是有一次那个理由已经说不过去了 然后我就喝了一瓶半瓶红酒吧 我喝完之后跟他聊天 聊了有一两个小时 我说你就不要管我了嘛 就是你已经给我培养的很好了 然后以后的路你就让我自己来走嘛 他就会老跟我说一个特别让我觉得特别揪心的话 他说我也给不了你任何别的东西 他说我只能说是把我有限的人生经验告诉你 然后让你去走一条我觉得可能会 最大可能会幸福的路 我就我就想到说是的 就是你不做好像你没有尽到责任 然后你做了的话对方又不满意 又不会按照你这个去做 然后我就说我跟我爸说最狠的一个话是 我说如果未来我可能还有个几十年的寿命吧 如果能给你我就都给你了 那这不是不能吗 那你那他只能是我的 所以我只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过 我也不知道他我快哭了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快哭了 嗯 嗯 嗯